法国国家海洋救援单位的救援船 承受不住风暴米格尔的打击 在西部海域翻覆 造成三名救援人员殉职 这也是救援机构三十年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意外 搜救船是在前往支援 发出求救信号的渔船途中出事 虽然他们所使用的是不会沉默 还会自动矫正的救援船 但还是在莱萨布勒多洛那 海滩800米外翻覆 被冲刷到岸边礁石 当局目前还在搜寻三名 罹难救援人员的遗体 一些民众怒斥渔船船主 罔顾安全条规 在恶劣的天气出海 如今不止下落不明 还连累出海救人的英雄葬身大海